张女士说,当天晚上8点钟开车去接女儿回家 路上女儿说要用手机做作业,她没多想就给了 没过多久,丈夫的电话就来了 张女士提供了当天的充值记录 晚上8点26分到27分之间,向米哈游转了5笔钱 其中648元两笔,328元两笔,还有一笔30元,一共是1982元 小朋友平时玩游戏你知道吗? 玩游戏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平时的成绩的话 以前成绩是很好的 就今年到上了一年的初一嘛 初一上完之后,老师给我反应就是成绩下降了 小学的话,10名以上吧 那现在再初一的话,再办理大概排名多少 大概差不多是倒数 张女士女儿玩的是米哈游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游戏 原神,她告诉记者 游戏内的某些特定角色和物品需要充钱才能获取 在游戏内的充值界面,充值金额从最低的6元到最高的648元不等 金额大小和张女士充值记录的金额能对得上 充值后,玩家会获取一定数量的游戏币 根据游戏记录,最后一次抽卡是在6月11号 另外在角色页面,头像点亮的是已获得的角色 灰色的是未获得的角色 橙色头像背景的,则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角色 记者数了数,游戏中一共66个角色 张女士女儿已经拥有了50个 有时候是支付宝,有时候是银行表 那这个密码是怎么知道的? 我自己知道的 记录的话,我是录得去是从3月份,我查了一下3月份 到现在的6月10几号 从总共充了多少钱? 总共充了有8000到9000块钱了 最开始的金额差不多就是很小的数目,就是30块钱 要么,反正不等吧,有几百块钱也有 没有这么,连续刷这么多次的 有一笔单额的话,有648,有4次 张女士说,发现情况后 夫妻俩联系了米哈邮公司,提交了申诉 但最终没有通过,目前单据已关闭 关闭的话,单据你的一个审核 绝对是由我们生活专业跟其通过信息提供得出的 专业会对你所提供的信息提供 专业深刻,但你不得意见 我就没什么办法常看到的,才是你了解 我跟你只说好了,我一年到头 我都挣不掉几个钱 两个人,我两个小孩嘛 你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生活也开支也很大的,好像在这边 到现在我也是辛辛苦苦长出来的 平时呢,我就在家里帮帮忙打打下手什么的 张女士希望游戏公司可以退掉女儿充值的8000多块钱 记者和客服沟通后 客服建议张女士重新提交一次申诉 并表示会有工作人员和她取得联系 如果需要跟进,也会有专人联系记者 发稿前还没有进一步的回复 关于孩子用手机的情况 记者也问了问张女士 她说因为孩子要做作业 每天会使用一个小时左右 今后会多加关注 1818黄青眼记者报道